如果说美股的话,我们与市场的看法是相反的 如果是纳资来说,我们觉得反而纳资是一个 临近泡沫的时刻,我们怎样理解这个看法呢? 其实我们如果是看一个盈利的收益率 我们将它一除PE,其实一除PE的话就是盈利收益率 在纳斯达克指数来说,差不多是5点几水平 如果是计算无风险利率的话,大概是3点几水平 但是如果你看到杜平斯指数,或者看S&P500的话 仍然是3点几水平,所以我们说美股是风险的话 我们只是局限在纳资达克指数里面 我们觉得这个虽然业绩是不错 但是里面的股值来说,高度是不合理的 根据过去每次美股大跌,或者是纳资去有股灾的话 其实当刚刚所说的一除PE的话,跟刚刚所说的利率 相差的传达有2%的话,永远都是预兆了下跌的风险 所以我们纳资的话,如果短线来说,大家看业绩 看资金流是OK,但看长线来说,我们刚刚的数据 其实是可以给予一个参考,就是说它现在是比较上一个高的水平 但是其实也不需要不害怕,因为很多游戏经理,或者很多选择 其实现在都同时在做一些沽纳资买Dao Jones的一个操作 如果大家是有美股币的话,其实都可以这样做 或者自己有一个持仓的话,都可以沽定某些纳资的权重股 来买一些比较上是抵抗的权重股 但是你刚刚说了原因,为什么说纳资是步向泡沫水平 但是过往出现这个迹象的时候,纳资其实通常是跌多少呢 究竟是很惊人的跌幅,还是其实只不过是10%左右的跌幅 我们计算每次的下跌,大概跌超过两成就是我们的定义 所以我们刚刚所说,这个是下跌的话,我们觉得跌两成左右 两成或以上的提示这个风险的话 但是就会有一点矛盾,因为我们本身就讲话,究竟息口见顶的时候 计算资金真的会返回风险资产 计算应该是会再追,譬如是美国那方面的科技股 你觉得没错,如果你说的息率是见顶回落的话,它就会慢慢成长股 但是美国的息率见顶回落的话,美元指数也是会转弱的 所以美元指数转弱的话,很多投资者的话,就反而是会从美国的股市 抽出来买到新兴市场上,这个其实已经不是说是一个很罕有的事 因为你每次的息率回调的话,其实就会从一个是 那个主权国里面,就转到其他非主权国里面 其实今年以来,很多新兴市场,特别是亚洲的新兴市场 其实都没有什么新的资金去追捧 譬如说是台湾、韩国市场,日本就另计 因为日本是有很强大的一个盈利的一个增长的前景入面 所以其实你说台湾、韩国,甚至是泰国的市场 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估值的低估水平 所以其实如果你说从一个真的债息回落的话 买回成长板块,这个是对的 但是你说设计划和美元下跌的抵消 那是否可以令到纳指去支撑着现在的估值呢 我们觉得未必会是 而且现在的升幅真的超过了正常估值的两个的标准差 但你觉得通常的时间是要多久呢 你估计可能会跌20% 通常是三个月还是半年 如果你是计算20%的话 我们觉得如果现在看预测的话 大概就是会减息前的一个月出现 应该就是下年第一季度左右的时间 就是给亚物的关系 我们在支撑什么